我的作品名称是夜晚招牌 一开始踏入赋景街就觉得 这条街的招牌很有特色 尤其里头的招牌蛮多元的 有不同形状 有大有小 不同色调 不同风格的招牌 作品背景是我在街上拍到的 一间复古欧式咖啡店的黄色铁卷门 把它作为两栋建筑物 分别放着不同风格的招牌 右边是比较传统的 色彩比较鲜艳 左边则是比较现代化 色彩较低调 像是国外或文创店的招牌 中间有一条马路 让招牌有在城市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色彩低调 干净利落的招牌 希望未来的招牌都能 是这种色彩低调 干净利落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